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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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看你们平时到底是什么样 来 这谁给我拍的 你们俩怎么那么舒服看着 这个我跟大家讲不光是姿态的问题 当然这样肯定舒服啊 观念的问题是如果长此一望这样下去 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 比如说你现在感受一下有没有颈尖不舒服啊 腰部酸痛啊 背上发紧啊 是吧 这些可能都跟这些姿势有关系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如何缓解呢 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专家 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 让我们欢迎任大江医生 欢迎任医生 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 大家好 有请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图片哈 任医生来看一看 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些姿势哈 你躺着呀 我也其实比较喜欢躺的 对 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家里的 每天都在摆的一些动作 对啊 躺在那刷手机 对吧 这会对脊柱不好吗 就这些姿势会给我们的哪个部位 带来比较严重的问题呢 我们几个嘉宾啊 确实是非常放松的样子 但是呢 从我一个脊柱外科的大夫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脊柱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 脊柱 脊柱在哪儿 黄南 就是后边这个中线这儿 中线 你指一下从哪儿到哪儿 从 从这儿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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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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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 对 对吧 就是羊蝎子的位置 对 肉蝎子 为什么会对脊柱不好呢 咱们通过一个道具 请任医生先跟我们解读一下 好 我们来 来 有请 这是我们一个人体的一个骨架 一个模型 那么我们人体 我现在这个当大夫这个时间长了以后 我越来越感受到人体特别的复杂 就像一个精密的机器一样 大家看 我们的这个脊柱呢 实际上刚才这个王大老师他也说了 是吧 我们从上到这个位置 我们贯穿了整个的这个人体的这个躯干的这个部分 如果大家再仔细看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 想象成我们这是一个二层楼 我们的这个第一层在哪儿呢 第一层在这个位置上 这是我们的一楼 二楼在哪儿 二楼在这儿 我们的脑袋呢 我们把它想象成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房顶 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的这栋楼 我们有两个非常薄弱的环节 一楼和二楼之间你看 我们只有这么一根梁在这儿撑着 二楼和房顶之间也只有一根梁 那么这两个位置呢 就对应着我们的颈椎和我们的腰椎 因此我们绝大多数出问题的位置都在我们的颈椎 没错 大家仔细看的话 它实际上就跟我们盖房子一样 砖头 水泥 砖头 水泥 砖头 水泥 它就是这样落起来的 我说的砖头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骨骼 骨骼 锥体 我说的水泥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锥肩盘 就突出的那个 所以说呢 就跟盖房子一样 所以大家只要记住这两点 我们后面就可以解释所有的问题 来 咱们把它再倒过来 再看清楚点 对 看 这样就更明显了 对 这是我们整个这个脊柱的后面 这都是空的 都是空的 对 所以说呢 第一 空的 它决定了我们的活动度非常大 因为我们需要它来转头 是吧 转腰 但是呢 它同时也带来一个危害 就是它非常容易受伤 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说一会脖子疼了 一会腰疼了 对 其实在您看来都是这个 曲度或者是椎盘盘出了问题 都是脊柱出了问题了 对 脊柱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局部 对 医生看到的是整体 实际上呢 我们还经常会觉得 这个地方疼 那个地方疼 我们人体啊 我们只是人为的把它分成 颈椎 胸椎 腰椎 底尾椎 实际上大家看 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 因此呢 当你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以后 很有可能也会造成其他地方的疼痛 所以说人体是一个整体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记住 就牵一发动全身 对 我们也可以看另外一个道具 我们来形象的 来把这个事情把它说明一下 好 这个道具呢 大家可以看 它有不同的颜色 是吧 那么它代表了 比如说我们的颈椎 胸椎 腰椎和底尾椎 所以说呢 我们的这个脊柱啊 实际上就像多米诺骨牌 还一样 当你这个地方出了问题的话 我们实际上你就全部推倒了 就是 它是一个 就是说脊柱 它不能是割裂的看 不是割裂的 包括我们人体的所有的部分 一不过你脚骨折了 你长期这么歪着走 可能会带动你的腰也要出问题 我理解 膝关节出问题了 可能也会带着颈椎 可能也觉得会疼 所以其实就像任主任刚才讲到的 就是这个房子 在框架结构上出了问题 可能都会最后累积到整个这个房子 出危险 到底我们这些不同的姿势 为什么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 造成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咱们这样 咱们就从王楠这个姿势开始说 好吧 咱们再来看一下王楠刚才那姿势 这个我平时也是这样 我平时不光是这样 睡前在床上也是这样 拿会儿手刷我手机 完了下班以后累了 就是咱说现在电视看的也少了 晚上沙发上一躺 就看着手机没水都睡着了 反正就是这姿势 这很舒服这样 很舒服 对 这个姿势会有什么危险呢 实际上这个就是模拟了我们 四个生理弯曲 那么如果说我侧着站的话 那么这个 我的这个曲度应该就是这样的 大家看我的这个颈椎呢 实际上是这样弯的 我的胸椎呢应该是这样的 腰椎是往前挺的 那么最下面是往后 走的就是我们的臀部这个位置 是往后的 因此呢 这四个弯曲叫什么呢 叫生理弯曲 那有的人会问 那我们人怎么不长成一个直棍算了 是吧 这多简单啊 但是呢你会发现什么呢 如果人长成这样的话 那么当你去活动的时候 当你走路的时候 这个吃势是非常大的 对 生理弯曲最大的重要性在哪 在于减震 就像弹簧一样 就像弹簧一样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 实际上他模拟了我们一个弹簧 当你受力的时候 他就会缓冲 所以说只有保持生理弯曲 脊柱受力是最小的 那当王楠躺着的时候 他的颈椎发生了什么 躺着的时候呢 本来是一个这样的曲度 现在成了一个这样的曲度 大家可以看这个 这个就模拟了一下王楠在家里睡觉的姿态 这沙发就是你们家沙发或者床 这个就是你 比如说我们的颈椎啊 实际上我们颈椎呢 正常的曲度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曲度 嗯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姿势 在这个位置上 你所有的肌肉都是放松的 你不会觉得很疲劳 但是王楠老师这个姿势呢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他这个颈椎啊 他是这样的 大家看 是吧 我们整个这个椎间盘的这个 这个受力啊 已经完全出现了一个变化 而且你最大的问题是 你这个颈椎这个曲度啊 一直处在一个非常难受的位置上 哦 甚至这个王楠老师的脖子 可能已经到了这个角度 因此呢 我们认为这是对颈椎 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那到底这个解剖结构上 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再做一个更大的模型 咱们再来看一看啊 来有请 这个道具呢 主要是用来模拟我们的这个 椎间盘这个受力大小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可以把它理解成说 是我们的骨头 中间这个夹心饼干 中间这个心呢 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椎间盘 哦 那么我们来模拟一下 那么在模拟前呢 我想问我们嘉宾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头啊 有多重 分人吧 分人 分人 你看我这个 这头我脑袋大 所以就脖子粗 你看他笑书这个 就是脖子为什么这么细 因为他脑袋小 用不着 轻 对 我这个怎么也得 二十斤 你成功 我没 怎么扯啊这个 实际上王大老师说的差不多 差不多 一般呢 咱们这个头啊 就是二十来斤 但是呢 这二十斤啊 是有前提的 嗯 就是当我们 就是站直的时候 你的这个脖子吃劲 它是二十斤 啊 但是呢 当你往前三十度 这就变成三十多斤 再往前弯 这个重量啊 会逐渐的增加 好 那么当你弯到四十度以上的时候 这个重量可能就会变成六十斤 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 拿这个道具来 我们来模拟一下 就我们要看一下 就是当这个承受不同 更多的重量的时候 我们这个骨盒 这个它会发生变化 会发生变化 这个骨盘盘会受到几大 你自己来吧 行 六十斤得好 六十斤得多大呀 六十斤 这一袋有多少 五十斤二十五公斤 这么一袋大概得有五十斤 五十斤 来 往上放 王大老师可以把这个 可以放到我们这个上面来看看 来 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 这个重量压到我们的颈椎上 一时半会儿还行 你要晚上在那躺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对 你要看手机 那个脖子根本就受不了 我说实话啊 您那一时半会儿要这么沉 我就我这脖子这么粗也 也也不行 还得再粗点这脖子 脖子是粗不了了 所以就得改姿势了 所以刚才我们演示的那个承受重量之后 你看那个道具那黄色的部分被压下去了 但是在我们的人体上 那个部位显示的是什么 那个部位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椎间盘 就承受了那么大的重量 承受那么大压力 对 所以说一时半会儿还行 你长期 如果是都是这个长期高压状态的话 它一定会出现问题 那承受这样的高压状态 人体会发生哪些变化 比如说我们一看 脊柱外科的医生一看 从哪些部位能看出来 它发生变化 对 小蕾说这个特别好 就是当你椎间盘出现问题以后 那么实际上在你的这个外观上会出现一些变化 那么当椎间盘出现 塌塌的话 那么首先我们颈椎的曲度就会发生变化 这头可能就会往前探 对吧 那么造成这个整个这个曲度的这个改变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人又比较胖的话 那么有些人就会在脖子后面出现一个富贵包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所有贯之以这个富贵的这个名字的病 没有一个好病 这里面没有富贵 实际上它反映了你颈椎曲度的一个变化 有吗 我看不见 看不见 让任医生来给看看 我来看看 好 有那么一点点 站直了 我觉得有 有那么一点点 对你看它那是肉还是 实际上富贵包呢 它里面也都是脂肪 也都是肉 真的有一点 你看 多少有一点 不明显 孝叔老师麻烦您来一下 咱们看看人家这个标准 你俩站一块 你看人家这个可以露一下您的预警吗 可以 孝叔老师 对孝叔老师他肯定是没有 如果说头在台阶来的 对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曲度 那后面是平的 平的 谢谢两位 我没有你服务 真有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包是怎么形成 里面是什么 这个包呢实际上里面就是脂肪 它只不过是因为你颈椎曲度改变了以后 你脖子潜碳了 加上人比较胖 这个地方它会显得就很庞大 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做手术 切开以后里面就是全都是脂肪 脂肪 那除了富贵包还有什么明显的 其他呢还有就是落枕 落枕不是没睡好吗 我觉得落枕的原因是 因为一个姿势呆时间太长了 我觉得是没盖好被子受凉了 没有对啊很对 就是因为睡觉的时候 比如说没盖好被子了 受风了 完了以后枕头不合适了 不合适了 对 它就会落枕了 我觉得主要是跟枕头的膏 还有这些关系 枕一个吧就塌下去了 枕凉呢觉得 高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必须得整两个 一个肯定太矮了 脖子里头多难受啊 整两个第二天就落枕 这脖子就疼 对很多人都觉得是没睡好 对啊 对 但实际上从我们脊肢外科的角度来看 一个正常完美的颈椎 它不应该出现落枕 哎呦我是经常落枕 我也经常落枕 难道落枕是病吗 经常容易落枕的人 是说明颈椎出了问题 您是这意思吧 对实际上你自己本身 是有一些病理变化在里面 如果你要是经常出现落枕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要给自己敲响警钟 那恐怕呢 你就要到这个专业的医院啊 去这个脊椎外科了 你要去看看有没有什么 发生什么病理性的改变 那么当你的颈椎出现问题以后呢 我们很多人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可能会有眼睛发胀了 对吧 会事物模糊了 那么这些呢 实际上它的罪魁祸首呢 都在颈椎 哦 有吗 眼睛是在感受 一模似乎也是颈椎的问题 有些人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它实际上是刺激到 我们这个颈部的一些交感神经 一些植物神经以后呢 出现了类似的表现 对 我妈就出现过 就有一次带她体检 一出来 然后一出门 她就说不行不行 我眼睛看不清了 她又使劲揉 然后我用眼睛手还给她逼过 然后她说你给我摁一下 摁一下 然后我就给她捏 就把这捏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手法 但给她捏一捏 她缓一缓 她就觉得好了 但是不是经常出现 你说这哪句都听着吓人 眼钥匙乱扁 对 颈椎敢乱扁 里面全是神经 好 你太吓人了 我觉得我的颈椎是肯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经常会感觉那个不舒服 痰痛 完了那个手臂的那种麻痰 我这一片都会痰 对 这也是吗 对这个就已经说是进展到 比如说已经轻度了压迫神经以后 就会带着这个胳膊或者锁麻 就其实要提醒大家 颈椎会引发一系列的症状 对 所以你看张经大姐说她经常落枕 嗯 再结合她前边说的 她麻呀这些就说明她的 果然颈椎有问题 果然颈椎有问题 对 我不但是这边疼 我还少说了一个疼 对 我经常会头疼 嗯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颈椎会引起我的头疼 颈椎也会引起头疼的 对 也会的 你看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行为 你自己觉得舒服了 其实你无时无刻不是在伤害自己的脊柱 嗯 伤害自己的颈椎 比如说吧 上班你们都打电脑都什么姿势 对 上班用电脑 对 就是 一个你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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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书呢 张晴老师看书什么姿势 我喜欢躺着看 躺着看 看电视呢 看电视一般就是 保持一下 保持一下 这块 条件不容易 你来个打电脑的 电脑这个肯定是 对对 咱们保持一下打电脑的 这是看书的 看电视的 看电视的 看手机的 肯定是躺着 躺着 还是最舒服的 这四个病人 您都看过了吧 哈 所以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什么样呢 咱们倒具上来 让任医生帮我们调整一下 看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通过哪些方法 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颈椎 保护我们的脊柱 来有请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这个王岚老师的 他的这个侧面来看 首先我们的颈椎啊 是往前弯的 那么这个正好是跟我们的生理曲度 是完全相反的 那么同时呢 大家看 胸椎咱就不说了啊 因为胸椎它有这个肋骨在这保护 它一般不容易受伤 腰椎大家看 我们前面说了 我们腰椎实际上是往前挺的 这是我们的生理曲度 但如果这么做的话 大家看 就成了一个圆弧了 所以你要在这个坐姿上 你的腰椎实际上 也长期在一个很受力的位置上 那怎么办呢 您有没有什么办法 帮我们调整一下呢 那么大家看实际上最重要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标的物啊 我们这个电脑比较低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 抬高以后呢 这样呢 这个人整个 这个曲度它就回来了 你那书桌里有课本打出来 好 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说 用我们的书 是吧 我们也可以把它 垫起来 还有 不行 这有点还是有点低 你看王总 根据我们的个子对吧 你要是觉得个比较高 是吧 那我们就可以垫的高一点 书籍 马上就变了 是手 你看整个这个曲度 马上就发生改变了 怪不得现在人都用那个 我上好多地方 我看他们都 我就说 我说你们为什么用电脑架 还把电脑弄那么高 不难受吗 其实是对身体 其实是这种保护 对 你坐直了 现在你自己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现在 反正是 比较舒服吧 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了 就是说 果然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你进化了 马老师说得非常好 请在以下时段收看 跟着书本去旅行 好 谢谢 那刚才呢 任主人讲的第一点 就是姿势很重要 如果我们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 看来这个电脑书桌 这个高度是特别重要的 好 那说完了王楠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 张青姐姐的问题 先来看看刚才她那个姿势 你看 我这个躺 躺得挺标准的 为了不让我的这个脖子弯曲 我还专门凌了一次 因为呢躺的时候我 我意识当中还是有的 我不太想让我的这个颈椎啊 摸在里面 所以你们一看 我是拿肩膀躺着 把她颈椎还是控制了一点 还是有点累的 那我想没压迫我颈椎啊 你不要这样 你这样才好啊 我连空的呢 我还抬得高高的呢 任医生跟她讲解一下 那么张青老师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还是那句话 不要长期 短的时间 你不是说我看个十分 二十分呢 这些都可以 但时间长了以后呢 整个这个脊子 包括你如果这个位置 如果说坐在这个地方的话 嗯 我们这个腰椎 这个曲度也是 一个反驱的状态 全空的 它都是全空的 对 那么你如果是一个 正常的声势曲度 正好正好它是这样的 嗯 但是如果说长期这样的话 对这个椎圆盘的挤压 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嗯 而且呢 前面变窄 后面变宽 还容易让这个椎圆盘 我从后面出来 突出 突出 怪不得我真的 我就有这个问题 对 对 好肩盘突出 医生还让我开刀呢 颈椎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颈椎呢 实际上也是一样 那么颈椎我们 坦白那句话 声力曲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声力曲度能维持住 那么就不容易出现问题 长期的 如果就像张杰老师这么 或者实际上您这个 颈椎这个曲度 它是这样的 很容易出现问题 嗯 怪不得你看人家那个天门广场上 你看人家那个 对吧 嗯 你看人家那个啪一站 他那个 我们的哨兵 对 用这个姿势维持站的身体 对啊 他这个姿势他还能站 符合生理曲度的 你正常你这一会儿就不行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每天晚上我靠墙占军姿 哈哈哈 那我的这个姿势 是不是说明我的颈椎和脊椎 都已经出现了问题 对 因为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就呃 做了一个后背啊 这么做的那个位置 其实这个位置 现在我做这个动作 对我来说是有点困难的 我会感觉到 这边会疼呢 你看其实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所以除了脊椎就是刚才 他这个姿势这么坐凳 你看平时咱们经常就喜欢这样 对啊 哎呀反正就是 我觉得这样坐着很舒服 你看 那么他主要的危害在于哪呢 我们这个地方是空的 大家看 嗯 小蕾自己也能感受到 完全都是空的 没有东西在这拖着 那么这是我们日常最常见的座椅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放一个什么 要放一个 这么我能睡着了 那么很多人啊 对他就睡着了 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啊 这个椎间盘受力就太大了 你再站起来 会觉得有腰酸背痛 对对对对 有这样睡一下 有在车上干什么 一起来以后 哎你就想这样 哪儿哪儿都 硬的 对特别难受 对对这怎么办呢 如果要用这个姿势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座椅啊 改变不了的话 那我们最好是在这个地方 能放一个靠枕 你比如说就是这样一个 小小的靠枕 往这个地方一放 哎 你会感觉到这个地方 就非常的充实 哎 对对对 这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一个石膏 相当于给你的脊柱 在这个地方打了个石膏 哦 脱起来了 脱起来了 哎呀真的哎 特别舒服了 你的力量完全通过椅背 分散掉了 对 不作用在你的腰上 哎 其实好舒服 我想到了我怀孕的时候 每次作业的时候 给这垫个东西 哎真的有用 一会儿也是为了要撑着 就会舒服好多 对 所以就是要在这个特殊的姿态下 给我们的脊柱一些 支撑 支撑 对 记住了要缓解就是 一个要正确的姿势 一个就是要找支撑物 哎 所以以后张青姐姐 您家里这种靠垫啊 看来还是得 不能买太软的靠垫 硬一点的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那样 得有一定的支撑力 对 下面来看看 笑说的问题 我这肯定没问题 你看 我都替你担心了 真的你看 你看我这有支撑力 我俩胳膊支撑着呢 我这绝对有支撑力吧 看起来是没问题啊 靠在这儿啊 然后放松啊 所以你自己什么感觉呢 特别舒服 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呢 任主任 实际上久站久坐啊 危害是差不多的 可能久坐可能更加要严重一些 那你像这个马老师这个吧 那么这个姿势 实际上我们发生了最大的改变 跟前面几位老师实际上都差不多 还是我们这个生理曲度的变化 对 我们这个人啊 当你年轻的时候 你怎么摆这个姿势都没事 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 一定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你认为那些对的舒服的 它不一定全是对的 有可能会伤害到脊柱 对 肖叔你看 你现在哪个曲度出问题了 比如你看颈椎腰椎 颈椎肯定 其实我整个也是这种弧 一个C字形是吧 当然肖叔老师这个 它有一个点好 哪 就是它两个胳膊啊撑住了 对 撑着呢 偶尔为之这还可以 但是你如果长期 是这个姿势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潜移默化中 你的骨盆也会发生倾斜 骨盆有一定的带长 它往后 让你抬头做人 你得抬起来 那大家看这个模型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侧面 那么当你这个头长期是弯的 是吧 上半身也是往前探的 如果说时间长了以后 那我们人体啊 你要走路啊 所以说它会强迫你的眼睛啊 你要目视前方 因此呢 在潜移默化中 它就会发生骨盆的倾斜 会让你的头要抬起来 你要往前看 那么所以说这些变化呢 都是发生在你的身体里面 你都是看不到的 骨盆有一定的带长能力 当它带长已经到了极限的时候 你的关节就要发生一些变化 因此呢我们这是一个整体 不良的坐姿也好 站姿也好 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看明白了吧 本来是这样 熊揪揪枪啊 后来你老弯着 然后为了抬头呢就 我觉得我们好不容易计划 看来这个模拟的特别好 酷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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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觉得又回到 露子里的感觉 有没有 又回到了原始人类的 就是你 但是我感受到 就是如果我要是变成了这个姿势 就是我感觉整个身体里的支撑没有 包括整个肌肉好像就是完全松弛了 肌肉都放松了 对 肌肉都放松了 所以这个也会长此以往 肌肉也就没有力量了 对 是吧 首先是曲度的改变 它会发生一系列的问题 肌肉的 包括我们有时候都会影响到内脏 挤压到了 挤压到 只要做节目的时候 如果坐着做节目 我最舒服的有这个姿势 如果站着做节目 我最舒服什么姿势你知道 就是我做完了 结束了 大家说撤撤撤 还是那姿势吧 这个姿势好舒服 拉伸是吧 对 就是抱着腿 这是最舒服的姿势 我有时候也是喜欢这样 就拳起来 好像感觉有个拉伸 这个会有问题吗 这样实际上 它猪肩排的受力要更大 是吗 你现在笑出这个 极度的这个曲曲 我们可以用这个道具 我们再来演示一下 你还得干力气活 还得王楠来 对 我也觉得 我以为你笑出 我旁边还乐呢 就爱 这五十斤你可拿不动了 就爱看年轻人干活 你比如说 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受压 受压状态 这个猪肩排已经挤住了 对 然后如果用这种更严重的状态 极度曲曲 25千克 再来50斤 再来50斤 小伙子 观众朋友们 看好了 什么东西流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追尖盘的这个内容物啊 我们这个追尖盘呢 实际上从那结构来讲呢 它就像一个馅多 嗯 我们外面有一个完整的皮 里面有一坨馅 压力过大 这皮啊 它它崩开以后 那里面这个馅啊 它就挤出来了 会这么严重吗 会严重的 这黄色的就是神经 哦 挤到神经上就会腿疼 会腰疼 哦 这也就是说 追尖盘内容出来压迫神经以后 就会导致 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症状 王台 你刚才搬东西那一下 其实我刚才看着 我都觉得挺吓人的 那 这不搬东西不都是那样吗 都那样吗 哪不都是 那不就是 都是使劲就给搬起来了吗 对 你再来一下 你把它搬起来 放在这上头 就这么一个动作 好嘞 来 你平时啥样 你现在就啥样 我平时啥样就啥样 对对对 来快点加油 小伙子 放下 好保持住 就是这样 对 任医生他刚才这个动作有问题吗 实际上王台老师 他这个动作啊 是伤害性是特别的大 就在我们看来 简直都是 都觉得这心里 触目惊心 触目惊心啊 那不这样搬不起来啊 对 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 去搬 对 来 咱们听任医生讲讲 您站我旁边 我站旁边学一下 搬重物到底应该怎么搬 您来讲讲 那么实际上啊 我们正常情况下 这么重的 您就别搬了 那怎么弄回家呀 这么重的东西 我建议大家就用推车了 对 就不能搬了 这个50斤啊 这个就 对于我们脊柱来讲 就很沉了 嗯 那么实际上我们王朗老师刚才最大的问题在哪 在于弯腰提重物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你看 刚才王朗老师他的动作啊 我的 他首先是整个腰他就下去了 对吧 腿是伸直的 对 两个手蹬住这个东西以后呢 然后开始发力 那么大家呢 在家里也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你这么发力的话 你这个劲全在腰上呢 对啊 全靠你的腰 不是腰一挺就拿起来 对啊 一挺 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是挺不起来的 一挺 就出问题了 这疼痛就来了 腰就扭了 就这一下 所以我们 正常情况下 像这么沉的东西 建议大家就拿推车了 嗯 但是如果要把它弄到推车上呢 这个 那我们还有其他动作 你比如说 先蹲个马步 我们的腰是不动的 嗯 大家看我的腰啊 腰是不动的 拎起来 钻住了 我们是起 用的是哪里的劲儿 腿 是我腿的劲儿 日常症候中最容易受伤的动作 就是这个 其重物 目视前方 我的天 这个 这个 这个其实我跟你们说 挺费劲的 把它放在车上 这样子 哎 行吗这样 这个 这个我说实话比 我刚才那个费劲 不会吧 但是 但这个不会受伤 对 安全 可能是不会受伤 我觉得不会 你要试试吗 可以啊 哎 其实真的你要会用劲儿了 好 你看你要用腰上的劲儿 你不一定拎得起来 不一定拎得起来 但是你要用腿上的劲儿 你说不定能拎起来 你不信你试试 你先用腰上的劲儿 你试一下 拎一下看行不行 不行吗 不行吗 我笑不去 你这次用腿上的劲儿 腰挺直 说不定能拎起来 真的 你再往前点 你把它 骑到它上 骑到它上 是不是 这样好一点 是不是 这样我可以拎上来 这样你看整个马老师 提的过程中 腰没有动 对 其实是用腿上的劲儿 腿比腰有劲儿 是 还有一种生活当中 我觉得腰容易受伤的 抱孩子 对啊 我记得那会儿 我们家那个小宝宝不睡觉 你只要一放下 它就醒 一抱 一两个小时 就不让它睡觉 你有这感受吧 经常抱一夜 就是那我刚生下来的时候 吐奶 反复吐奶 所以我经常一抱就抱一夜 这个腰受不了 受不了 而且你别说晚上的 白天有时候抱它 就我们习惯性姿势 会把它骑在胯上 所以你想你的胯 经常就是这样歪着的 要不这边 然后换换这边 要不就骑在前头 就像反正都在你的胯上 这样你省力啊 对 但是你的腰呢 你要不就往左 要不就往右 要不就往前 就不可能保持 没有一个是一个正确姿势 对 不会是正常的区别 但是这个没办法 抱孩子有什么办法 抱孩子实际上也是一样 因为孩子呢 一般他不会有那么沉啊 抱孩子 我们不叫抱孩子 我管他叫举孩子 实际上比如说 这孩子在这吧 你我们家里老人 总是就像我们台名一样 孩子你要蹲下 你实际上是把它举起来 还是用在腿上的劲 腰还是不动 好多老年人 会去看我们脊肢外科 带孩子带撒月 自己先不行了 对 对 所以你看真的是 不能用腰上的劲啊 最后 来咱们看袁叔 袁叔这个动作 这个挺好啊 很曼妙 对 曼妙不停 舒服吗 这个怎么养成的这个习惯 我老父母啊 在内蒙生活了一辈子 工作一辈子 像我们有时候春节回去产亲 那时候车票非常多 坐火车啊 坐火车回去 这是两个两节车厢的连接处 对 在夜里9点钟上车 第二天上午10点到 整整得站11个小时 你没地儿藏 没地儿躲 没有椅子让你坐 就靠的边上还好点吧 那是个支撑吧 对 就这样慢慢好点养成 到哪儿都学上 愿意靠着 咱们感觉舒服了 但是在一个脊柱外科的专家看来 这个姿势是有问题的 对 任医生 那么你像这个袁老师这个姿势吧 看上去很放松 实际上它也有很多问题 包括我们的下肢 它这个受力也不正常 那么像袁老师刚才讲 以前从北京到赤峰 一坐19个小时 对 那以您现在这个年龄 如果再站 如此这般 站十几个小时的话 那肯定就不行了 是 包括什么呢 包括两边的肌肉啊 那么长期你要是 这么歪着的话 受力呢也不是很 对 对称和均衡 那么时间长了 肌肉也容易 它也容易老死 对 就会出现疼痛 出现很多症状 然后我们有一组动画 咱们来看一看 这样的姿势 会给我们的身体 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危害 这个电眼杆子呢实际上 它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脊柱啊 我们脊柱两边呢 有很多的肌肉啊 在这拉着这个电眼杆子 但你如果说长期的 两边呢 这个不对称 对吧 你这个歪的站也好 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脊柱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会带来相应的一些 很多症状 因为这个整个这个脊柱 它是歪的嘛 或疼痛了 下肢一些不舒服了 就纷纷就全都来了 嗯 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所以其实这句话 大家从小都背 什么站如松 坐如钟 坐如宫 走如风 走如风 咱们就说这一句 站如松 对 到底应该怎么站 今天你看我们节目里 讲的好像是一些 姿势上的小事 但是它累加在一起 会跟我们的身体 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 才能最好的保护我们的脊柱 就这一招要是能记住了 那我们就可以受益了 我们请任主任告诉我们 这个站实际上也很有讲究 嗯 大家都愿意学 就站起来都学一学啊 来 我们是这样 我们是要保持一定的生理曲度 对 这个老话经常讲嘛 这个站有站姿 自有坐向 是吧 比如说我们站的时候 尽量要保持我们这种 对躯干的这种平衡 嗯 包括我们这个重心啊 要放在我们两脚之间 是吧 偏前一点的位置 是吧 有一个好的姿态 那么这样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脊柱 会感觉非常舒服 肌肉也是对称的 那么它的做工呢 也正好是不多不少的 那样一个状态下 那么这样呢 也会让你站的时间更久 也会让你站的更加舒服 嗯 我就是稍微脚尖 就是脚后跟 稍微抬起来一点 对 这样这样我就很放松 对 基本肌肉是松弛 第一条叫什么呢 叫靠着站 靠着 靠着墙 靠墙 你只要这个地方有个东西 我们就把它倚着它 用我们的后背啊 倚着这个墙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脊柱上 这个吃劲有一部分 就通过这个墙 穿倒走了 哪怕你后面有个桌子 有个墙 所以这个第一个呢 叫要靠着站 嗯 这样呢 减缓它的这个 几度的这个吃劲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我提醒大家 就大家现在都坐地铁 对 那有时候背个大包 还装着电脑 装着文件 很沉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没有做的话 我建议大家 尽量把这个包啊 找个地儿 放地上 嗯 因为你这一个小时 你比如说我从 我从四会坐到苹果园 是吧 将近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一直站着背大包 你一呢你是歪着 嗯 二零九站以后 持劲太大 就是第一要靠着站 第二要减重量 减重量 对 这是两个特别重要的 把这两个注意了 实际上我们站 这也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大家还是有 时刻要绷紧那个弦 嗯 你比如说我要什么呢 要维持我的这个生理取助 嗯 那么很多人也是站啊 我这忙了一天了 回家坐地铁回家 虽然也是站着 但头低的一直在看手机 嗯 是吧 这个东西特别常见 嗯 一个地铁上我每次都要掏出手机来拍 几次我都不太好意思 全都是这样 嗯 这样虽然也是站着回去以后 你就脖子根本就受不了 嗯 太难受了 所以解放 先解放眼睛 解放脖子 要抬头做人 对 这句话说的好 所以你看大家现在只要把手机放下 然后呢想一点开心的事情 对 保持微笑和美好的心情 今天音乐了 是吧 哎 我们请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您也站起来 保持良好的姿势 放松的心情 期待下一期和您继续相见健康之路 谢谢任医生 我们下期再见